马上好 确实听过 咱们当时不是经常去万象城吗 就是在路上听 我最近跟欣欣又听起来了 然后我们俩就想起来 咱们当时三个人主要是没事儿了 我们三个就是 我们三个可不知进去了 我们三个就是去逛商场 但是我们不买东西 可能偶尔给妈买 但是我个星不买 就我们就纯逛 纯逛 但当时就觉得 反正那条路去万象城特别顺 然后我们就去万象城 星宝在休息 星宝在休息 宝贝们 你们的妈妈也很好 妈妈都很好 妈妈都是希望我们开心幸福 对 然后其他的就是有也可以 但是没有的话 开心幸福最重要 刀刀晚上好 这次看见了 那个万象城市傻路我们不知道 傻路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吧 对我不知道 把我挡住狂风暴雨 在茫茫夜空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大家先帮我们点个关注吧 在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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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上关注不迷路 下次开播有提示 星空剪影 我看到星星被 大星唱的挺好听 大星唱什么歌都很好听 他就能喊得出来 是吧 不是 他就是那个啥 有天赋 有天赋细胞 有天赋细胞 你没天赋细胞的 你喊他喊他 但星星真的好笨 这人哪有是全是美的 就是我跟他讲 讲一些就是智商类的东西 星星听不懂 但情商类的东西 你也不如他呀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 咋能不需要呢 你要虚心一点 都需要 就是我觉得我学不会 你俩得互补 我让他从你身上吧 不带智商类的 你从他身上吧 不带这个情商类的 互补 你俩得共同见步 才会越来越好 其实我俩互补就行 星全能 大星没有不会的 这我我们家大星挺聪明的 哟 我看张叔了 哪个是呀 没事 张叔这个点该睡了 张叔这都十点了 可得又去找他 宝贝们有上班的吗 有上班的 咱早点睡觉 双方家长还没见面 暂时还没有 但后期会见 妈这个苍蝇怎么办 这是苍蝇吗 不知道你打 我怎么 我这场人能打得住苍蝇吗 刚才我在厨房 已经打死一个了 怎么会有苍蝇呢 这些 因为咱开空调 屋里暖化 要是如果是开着窗户 要不就是这苍蝇 可能藏在哪里 都很聪明 他们有他们的生存法则 谢谢关注 谢谢铁马山河肉梦的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关注 谢谢谢谢 谢谢 不是济南的吗 没有 我们在济南生活过一段时间 在这里关注主播 想加粉丝团 但也可以加个粉丝团 对点两次就可以加粉丝团 但是需要一分钱 就是需要一个抖壁 这时候 当时我们离开济南的时候 就是新人说 新人说我们当时离开济南的时候 我们也就是 也觉得济南不好 是吧 济南比较干燥 再加上那个咱住的那个小区吧 路窄点 其实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好 好 但是后来 但是后来 但是后来那个 呃 就是又又来到这边以后 觉得济南好 就很很想念那济南的时候 谢谢梵高 谢谢 谢谢梵高 然后我记得当时 我记得当时欣欣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租的济南那个房子的装修不是很好 就他觉得那个环境不好 对吧 所以所以我们过来就想找一个装修环境好一点 我没有我没有戴过牙套 妈你还记得 戴牙套是校正牙的 对 你还记得有一次我快高考了 然后你带我去补牙了吗 然后我记得 就是我快高考之前我妈带我去补牙 然后那个时候吧 就是某冠西 某冠西特别火 然后他不是老是斜着嘴笑嘛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 就是男孩子嘛 就喜欢学那种很酷的男孩子 就是我也特别喜欢斜着嘴笑 然后当时那个补牙 当时那个补牙那个人就说我了是吧 我忘了 我妈不太记这些事情 但是我记着 然后我妈出来就跟我说 她说管好你自己的孩子就行了 管我们家孩子 没关系是谁 就是大家理解的那个 没有买房 没有钱买房 这买房可不是一半个钱啊 这青岛的房子老贵了 好钱买的便宜啊 那你得跑到大郊区去啊 那个 那天我坐了一个 打了一个出租车 那师傅告诉我 六万块钱一瓶 我们住的那个小区八万块钱一瓶 你说还不是最贵的 六万块钱一瓶 然后就是我们当时不是要去那个海边 就是租店铺嘛 那海边不都是老山的房子嘛 他们两万块钱一个月租金 就是住的房子两万块钱一个月 就那边的小 是不是平方大一点呀 平方也大一点 但是就是那边的小区特别特别特别贵 小区贵物业就贵是跟着来的 我是独生子 是拿房子特别贵 但是我们后来决定还是先租一年那个房子 试一试 我们都挺喜欢青岛的 妈也挺喜欢的 嗯 是吧 就因为青岛是什么好处呢 我妈还可以有事没事的坐地铁去找我姥姥啊 对我就喜欢坐地铁 坐地铁很方便 我觉得比自己开车还要好 你那天从我姐姐家坐地铁来找我俩坐了多久 一个多小时啊 一个多小时啊 一个半吧差不多 嗯 你姐姐那下的时候就一个多小时差不多 嗯 我妈从我姐姐家到我们住的市南区的地方 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地铁 而且那个你应该也没怎么等地铁吧 地铁来得都很快 嗯 是吧 就纯路程一个半小时 他得倒好几次车 青岛地铁很空是吗 不空 它是有时间段的 我们坐的时候那人都挺多的 你是干啥 不知道 从哪里开始坐 不知道 郊州那边 郊州那边 不用不用说 嗯 谢谢关注去 哎你去郊州 好个地方都有那个地铁啊 不过那个啥 咱们家附近就有个地铁地铁口 到时候你可以直接 那挺方便 但是我姐家下来有地铁口吗 也不远 也不远 也不远要走多久 嗯 那个你姐开这车是不远 要走的话也得15分钟 15分钟 那那你怎么办 我走过去啊 我不是走不了 半小时我能走过去啊 行 我还想着等着咱搬到青岛 那个你姐那边大吉的时候 我提前一天晚上上她家去 我上她那边去买那个老农年自己种的菜 那你就在她们那住一晚是吗 住一晚啊 第二天买着菜回家 你买菜回来你不好提啊 我拿着小车拉着它 我和人那坐地铁的那大爷大妈都是拉着那种小车 提前进入大爷大妈的行列 我妈可喜欢拉着她那个小车去买餐了 挺方便 人类菜市场就跟我们老家那个赶大吉一样 那个他们也是大吉 挺好的 我挺喜欢那种 你上次去她们家的时候你们去逛了吗 就最最后那一天 早还去了 不是是到时候第二天吧 不是那不开头你说那天吗 你到晚上你又改了吗 我又往后退了一天 就那一天 对就那天 大吉 然后你去了 嗯 我去了好几趟呢 为啥 和三姨去了一趟吧 三姨带着我上那个银行去办了张卡又逛了一趟 结果去了人挺多 没办上 这中午饭的时候我自己又去了一趟 都是从那大吉上走的 我还想到从从那那大吉上看那大海米一个那么大 买点了忘了 他们贵吧 没问呀 没问价格忘了 那那那个领导那个带鱼你后来带回来了吗 没有啊 忘了让他们吃了吧 你不是说你不是提前一天就记住了吗 我以为你放行李箱里 放行李箱不都化了吗 那没办法 咱开车本来就要那么多 哎 没事去了青岛再买呗 就是 我也没买多少 我都洗出来了 操操操操操 我95年的 25岁了 26岁 26岁 星星在打游戏休息 星星在休息 让他休息休息了 来帖子们 我们没有点关注的 先点个关注 然后想 糟了我说不出口 拜拜 谢谢 加个粉丝团吧 点个关注 加个粉丝团 嘿嘿 可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记了时间这回事 既然我面说了 一次就一辈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加入粉丝团 谢谢大家点了关注 谢谢大家的心心 谢谢大家的礼物 谢谢云哥姐的抖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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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发红包了 云哥 谢谢云哥 这里可以抖红包 大家给云哥点点关注 我妈比我还在好老天 我妈比我还在好 哎 追自己的门 像那坚定的模样 Super Idol的笑容 都没你的甜 发越紧的眼光 都没一样眼 哎但其实我之前老觉得我笑起来不好看 然后后来星星就老说 你笑起来很好看哥 然后就是他老鼓励我 后来我就觉得我笑起来还挺好看 对你有自信了 对就是之前没有人鼓励你 还有很多人 我知道我之前上学的时候 他们老叫我小白脸 啥 就他们老叫我小白脸 就是 那就是指明他们侧面的说你长得帅 就是他们就是 我小的时候确实长得就是挺白的 你大小长得就是挺帅 就小的时候他们都是这个 你自信了还怕他说啥呀 哎我真的是 我从小就不自信啊 就从小别人要跟我说点啥 我就老就老是会多想 谢谢谢谢 谢谢回眸 谢谢回眸 谢谢 谢谢回眸 谢谢回眸 谢谢 谢谢 谢谢回眸 其实这人呀 无所谓这个相貌长得咋样 只要你自信 你就有你自己独特的美的那一面 谢谢梦 谢谢刀刀姐 谢谢刀刀 因为瘦啊 因为人长得瘦 然后又不太上镜 其实吧也不是不上镜 谢谢狼国栋 谢谢 你看你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 学校参加活动 老是给你拍的那照片 都很好看 是说的那个音乐老师是吗 不知道是哪个老师 反正你拿回来照片了 就有一色 拍的都很好看 你真的可以记一辈子 不那个照片咱家还有啊 现在 不好看啊 我看看 挺好看 那人拍的那照片就是充满了自信 你自己 就好看 自信就好看 我记得那个老师 那个老师特别喜欢我 然后就是上音乐课 音乐老师 然后他当时我就比了个夜 夜 是吧 我记得 他没想看 下次你回家拿回来那样照片吧 行 我忘不了我就拿回来 我有好多照片 小时候拍过很多艺术照 其实我想的是 下次我再回家 我想找找咱家那个像样的书给整回来 到时候你可以放那个 你们那个咖啡屋里 让人家看 咱家有挺多书的 哦 你说书啊 我以为你说我那个就是我做成那个艺术照的那个相册 不是不是 我说的是书 我可以把那个像 你可以把那个我那个艺术照相册拿过来 其实我觉得那个还挺好看 嗯 就觉得很可爱 一个小猴儿 我光给你把那照片弄回来就行啊 不是有一个那个成册的吗 哦 哦 那个不 那个你放家里也没用啊 就拿回来呗 那个不是你自己的 是啊 那不还有我呢 哦 还有你 你是咱们家最能拿得出售的一个美女了 不合适不合适 那可以把我的单里用出来 啊 我把你的给给给给给剪下来 你自己再弄一个吧 啊 我就是比较瘦 因为因为那个不长肉 哎 不知道为什么 改变体质可以长肉 我们正在向这方面努力 啊 我把你给给给他 我给给给他 星星累了 星星要休息一会儿 待会我就去给你们叫他啊 哈哈 看他来不来 谢谢你的先喝 谢谢 谢谢只喝 谢谢 哦 只喝 哦 先喝 哈哈 其实我也不会教育孩子 但是这么多年 这就在你 孩子善良 对啊 可是你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但是你当时不知道你是这么做的 其实我妈特别擅长自我 自我催眠 就是自我疗伤 就得 就得 这会自我疗伤 就不能跟长顺瓜哥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心态妈 你绝对能长熟 你只要身体整好了 嗯 真的 我妈这个心态妥妥的 我 我也有脾气 但不容易生气 生气好得可快 谢谢 谢谢 谢谢你夸我温柔 谢谢送的棒棒糖 谢谢送的小星星 谢谢 谢谢 我 欢喜 活在 妈妈在脏脏身边 说实话 啥实话呀 就是是不是跟着我比较幸福一些 那是 我高中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 咋说的 我说 等我有能力了 肯定我就把你接过来 啊 我之前上高中的时候 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就是已经变成一个 很有主见的人了 你一直就挺有主见 我也有听你们话的时候吧 有啊 那我们还能一年到头 说的话都不对吗 对的时候你肯定就接受了 对 但是基本上我 我人生所有的大事 都是我自己拿的主意 哎呀 你看妈妈这个年龄 怎么也五十好几了 五十多了 那是不懂 那就是一句无知的话 我妈可能觉得上大学大家学的都一样 就是 后来我接百度的 某某某大学哪个专业好 然后我直接跟我说了一个专业 我就把这专业选上 嗯 就是 你你你你问这个 问这个人 问那个人 都百搭 但是你们做 其实有的时候吧 没有主意的时候 你看电视上或者电影 你 你 为啥 踩个钢绷呢 去那啥 老铁人家一个学校二十个专业 我想拿着二十面的钢绷去 不是 先拿出这两个专业来先弹 然后再拿出一个来再弹 然后再拿出一个来再弹 你比较认可的那两个 有的时候蒙啊 蒙的就很对 哈哈 其实吧 你就得这样想 只要你选的 你认可的就是好的 你看这有的人 一辈子来学好多 对啊 你可以再学 对啊 所以你们 所以 就是 当我说我不读了的时候 你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波澜 我没有太大波澜 我觉得我都没念几年书 都能过 何况你都念到这个程度了 可以在生活中继续学吗 其实差一点 我就变成我们家流水员 那个不重要 最主要的是自己活着开心 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差一点 就是让你变成咱们家 就是 最成功的教育案 我觉得那个都不重要 你知道吗 你因为你学历再高 那个都是给人看的 过得好不好 这才是真真正正 就是你自己体验到的 就是你自己体验到的 过得开心 我觉得 比那个高学历 不能说比高学历强 过得开心 最重要 我就觉得 就挺 就是 不适合 不适合长时间在实验室里 就是 你就得相信 上天赐予你的就是最好的 现在就是最好的 对 都是生活 要在生活中 就是 选那些能让你快乐的 开心的 但其实 晚安 但是其实 但是其实 你跟星星 我看到晚安了 一块去我们学校的时候 我还是挺感动 说实话 我是挺感动 就是你跟星星一块去我们学校 你俩一边 哎呀 你不要说星星啊 要是你爸爸在的话 我都能去 可不过他这种时候 就就就就得家人就是得去 那倒是 我爸肯定要是无条件 站在我这边 对 不论什么时候 晚安 那是啥子 素素素 素素 晚安 我还记得那次 就是咱不是回家 我跟我爸说 我说我不读了 我爸说 不管 你想好了你就不读 想吗 不管 你爸也没读多少说 你 不管 你爸就相信你 不管 你想读就读 你不想读拉倒 拜拜 哎 很晚了 有困了的 就去睡觉吧 走之前先点个关注 走之前先点个关注 走之前先把关注点 没点关注的 走之前先给主播点个关注 哦对 有想大亲爱的吗 我去给你叫他 那你准备睡觉吧 妈 我叫大亲爱的 大家拜拜 我也要去睡觉了 拜拜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做个好梦哦 做个好梦哦 大家还不 对我妈就跟我一样很直 其实我们俩就是 我们俩说话经常得罪人 我和我妈 但是我和我妈就是 我们怎么想的 我们就怎么说 我没有 我没有台过女朋友 不好意思我初中就知道 我自己 我初中就知道 我自己是 第一次就把妈妈说通了嘛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通过谁 因为我觉得我 因为我觉得我的 因为我觉得我的 我我的父母也是这样觉得的 所以没有说服这个过程 所以每次 所以每次 当有人过来问我说 当就是怎么跟父母说呀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我就特别希望说 你把你父母的微信 你把你父母的那个什么 推给我 我去说通他们 因为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不丢人呀 我觉得 一人让我看 哦 爸爸要睡觉了 拜拜 先打完那一句 好 先打完这句 我学的功课 我学的不是理课 理课是物理和数学 功课就是化工 然后机械日辅